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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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应该清楚 智慧品讲的时候 我刚才跟常州的道友所宣说的一样 大家一定要精力放在闻思修行方面 尤其是智慧品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智慧品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的深奥 很深迅 这样以后就有个别的一些修行人恐怕是对这个神不及信心 对这个道理不能通达 博弗洛仁波切在《顶解报道论》当中也说过 显空双语像这些宗派的一些修语 即使一百年当中我们有些人精进地去思维 精进地去思维但是没有俗世的修行 没有俗世修行的因缘成熟的话 你的智慧在超去你的精进再怎么样的话 很难以通达其中的意义 这个空心法门是对每一个修行人 每一个想获得解脱的人来讲是不可缺少的 彼此法都不生疑惑 若虽虐生也能毁善忧 对 我们如果对这样的空心法门生起合理的怀疑 也就是诸仆菩萨或者一些高僧大德们再三地 已经抉择了所有的法极为空心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想 可能是空心吧 应该是空心吧 有这样的怀疑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生起的话 那他的阿难耶上面种下菩提的种子 也就是说 我的这种空心的种子已经种下来 然后逐渐逐渐毁坏我们三界轮回的根本或者种子 所以这样的功德确实很大 如果谁能突破这个关 能过化这个关 那其他的一切积累资粮和一切修行很容易的 很方便的 诗仁见识法分别未证实 而非如幻幻古证欲加识 人是这样想的 尤其是像有部众的人 世间的一些人们 我们讲了这样的空心法门的时候 他们都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接受的时候 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中观修行人 瑜伽是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空心的 其实空心和现象 你们也是承认的 既然一切诸法都有现象的话 那么这个现象你们也承认 我们也承认 你们也认为 不管是寂天菩萨也好 月圣论是龙猛菩萨 都认为火是燃烧的东西 水是潮湿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现象应该是存在的 但识法的现象是存在的话 我们有什么争论的呢 没有什么争论的 你们也认为是存在的 我们也认为是存在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 作者对他进行回答 说是世人见识法分别为证实 而非如幻幻 世间上的这些人们被无名翻到遮掌的 世间许许多多的这些人也确确实实是 他看见一切诸子贫子等所有的这些法不但是看见 而且他认为这是石油存在的 他的本体 他的真相真实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分别为石油的 而他们根本没有了解的 这些法全部是显而无自行的 显现全部都是如幻 如梦 如扬言等等 这些道理 他们都并没有了解 并没有了解 而我们的瑜伽师 也就是说 中观瑜伽师完全可以说通达 一切诸法虽然是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如果已经观察的时候 也经不起任何观察 全部是如水泡一样 就会毁灭的 因此这些瑜伽师完全能 照见一切诸法的本体是无有实在的 显现是有的 因为木彭仁波切也说过 破现象的这种中观派谁也没有 这个现象是不破的 寂天论师也认为 我们前面诸子 品质都是显现的 然后外道人们也好或者说一切世间 都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这些人 他也认为这是存在的 这个现象上面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辩论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一个认为现象是存在的 实有的 而我们修行人 尤其是大乘中观派 认为所有的这些现象就如影响一样的 不存在的大智度论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教证 说是 如影诸法可见而不可诸 就像世间的一切诸法就像影响一样的 虽然可以见到的了 但是你见到的东西都是不实在的 以前勇家大师的一些道格里面 我以前也是用过 牟尼明明游流去 绝后空空无打迁 有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整个世间的人就像做梦一样的 在梦里面 能取索取以后 路到轮回以后 全部都是存在的 而你兴觉之后整个打迁世界全是空空无有 一个法也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虽然他认为就像梦幻般的这些现象应该说是存在的 但是真正的本体上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不存在 这一点就是我们世间人和 也就是说初世间之间的最大的辩论 我们有点太多人 现在我们准备了 它们都看到 怎么回事 在那里面 传说明是 loose 噶 它们写下的 它们都知道 有水里面 没得到 很多准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颂词 遣除一粮有害之症 舍得限量尽 功成费之粮 彼等成虚妄如勾未尽等 下面对方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们说外面实有的法一点都是不存在的 但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你们也是亲眼看得到 亲耳听得见 眼耳鼻色色完全能找到外面色声相为处的法 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那这样的话 你们说一切诸法都是虚妄的 如样样一般的 其实不是样样一般的 如果是真的痒痒一般的话 那我们眼睛怎么能看得到 身体怎么能接触 我真的能接触外面的一些外景的话 说明这些法是应该存在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 作者也是站在以中观婆媳的这种观点 或者立场对他进行反驳 反驳的时候说是 色声相为一切外景的 万事万物的这些 形形色色的所有的万法 在显量见到 你们自己也认为是显量见到的 然后真正是自己也是得到的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工程 工程指的是 人们只不过是传说 人们的这种共同的说法而已 人们的这种共同的 在名言当中也好 或者是一种虚假的观点上 只不过是真实所说的这种建立而已 而这种说法就是非质量 非质量的话 并不是真正用智慧获得的 并不是真正所谓的显量得到的 因为真正的显量得不到的 这个我们本论当中下面也会观察的 什么不入则无合 无合则不语 下面专门有这个教证来进行观察 我们的根和外经你不入也不可能是合的 如果不合的话怎么会是能接触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并不是真正的以正量来得到的 而不是以正量得到的 彼等这些法 全部我们认为是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这些法应该全是虚伪的 是虚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六根其实不是正量的 如果六根是正量的话 那么圣者的道都不需要用的 因此我们前面也是已经用过 《撒摩帝王经》里面说是 设生亿亿非 若主根为量 生到佛一水 意思就是说 言而闭舍生也好 义根也好 这些都不是正量的 如果这些真正是正量的话 那么圣者的道有什么用呢 一点都是没有用的 《约生论》也是说了 若须世间是正量 世间真是身和胃 不修身道 富和勇 与人为量 也费力 目前上万的众生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非常可怜 这个就像是世间人把不净的 无垢的东西承认为清净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本来都是具有三十二种 不清净的物质组成的 但是世间上的人们大家都认为 这个身体特别好看 你看他如是装饰 打扮 那这样长得如何如何漂亮 就开始认为身体也有干净的部分 然后本来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刹那刹那都是无常的 但是世间人们认为昨天的河流 今天的河流 昨天的瓶子 今天的瓶子 一直认为我们这些法是常有的 这样认为的 还有本来是没有我反而认为是有我的 然后本来不清净的东西认为清净的等等 当当本来空性的法认为是有的 这样以后世间的这些所谓的四种颠倒 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好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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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第四个问题 遣除欲教相位的争论 这个是 为道世间人佛说无常法真是非禅 先讲这一段 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你们说是一切万法 你们宗观或者大乘论师们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无有自性的 如果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的话 那么大慈大悲的佛陀在有关的一些经论当中 比如说《无常经》等等 有关的一些经论当中都说是万法皆为无常 就宣说了这个道理 那这样一切万法都是刹那性的 怎么会是没有自性呢 应该有自性 如果没有自性的话万法怎么会是无常呢 因为有了自性以后他刹那刹那的毁灭 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无常 对方就是给我们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下面就是给他进行抛析 抛析的时候说是 虽然佛陀在《初传法论》的时候 已经有关的经论当中都说是四法因 万法无常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的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但是佛陀的教言 其实是针对不同的根机和意乐 戒性的众生而宣说的 因此佛陀所宣说的这种无常法门 最究竟的 却在空性的时候是不了意的 他有意图 还有一些必要 如果这样承认的话 有一例妨害 这三种条件具足说明是不了意的 首先第一个 他的意图是什么 因为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在名言当中 在世俗当中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而且这种现象也是像水泡一样的 刹那刹那毁灭性的 所以佛陀针对现象的这一切法说是无常的 并不是妄语 应该是有这个意图 那这样说的必要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不存在的话 有相当一部分的小乘人和 有相当一部分的世间人的话 他就侮辱企图 因为他有特别严重的失质 然后这事有的话一下子全部空的话 他就接受不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给他讲 一切诸法大的方面也是像春夏秋冬 或者一些大的相续又改变 宣说了一个粗大的无常 他如果能接受这一点的时候 一切万法全是用刹那刹那的无常 然后跟他也可以讲这样一个道理 这样一个道理的话 逐渐逐渐这些人也会了解的 所以我们《六十正理论》当中也是说过 佛陀本来都是没有什么我和我所指 但是佛说 我说 所说以密意 云界一几处 也以密意说 一切诸法是应该有自信 就是因为无常的缘故的话 我们说是不一定的 为什么不一定呢 佛陀虽然是这样说的 但是佛陀如果真的在生意当中 承认是无常的法是存在的话 那我们《中论》当中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论里面 通过一体一体的观察 通过金刚鞋印和一些颇有无声音等等 用这些理证来进行推断的时候 那所谓的无常法怎么会存在呢 就绝对不会存在的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这样承认 要承认的话一定会是有引力妨害的 有引力妨害的东西的话 佛陀的金刚语当中也是不会有的 前后矛盾也是不会有的 然后自相矛盾更不会有的 因此这种说法是不了意的 就我们再来一次 的但是不知道 什么事 就好 那在那里面 你把你带去的 我们马上去好 我当不得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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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不为世俗 欲加量无果 待是未见证 否则见不尽 将为世间见 他这里说颂词当中有这个题文 如果你们说刚才无常刹那刹那的东西在生意当中不存在 那生意当中不存在的话 世俗当中也是无常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无常不合理呢 因为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无常在生意当中是不合理 是与世俗相为的 怎么相为 他就看不到 昨天的柱子就是这样的 明天的柱子也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来讲 人也是一天比一天老的这种现象 根本看不到的 所以这说明不是世俗地的境界 如果世俗地的境界 世间人也看得到的 但是刹那无常心 世间人看不到的缘故运离着相为 然后佛陀的圣教当中也是刚才也讲了 见无常即见到真理即见到正如 意思就是说谁已经见到万法无常的话 佛陀说他已经见到了一切法的真相 那这样他并没有说这是世俗地 所以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都讲的是 见到无常就是见到真理了 那你们的这种观点 他既不是生意地 也不是世俗地 已经变成了第三品物体 非常不合理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下面作者对他进行回答 虽然有些世间人 以前没有学过大乘的这些空性法门的 可怜的这些众生面前 看不到一刹那刹那无常的现象 但是他看不到并不一定是世俗当中不承认的 其实世俗应该有一个 我们在《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正世俗和假世俗有两种 但正世俗我们一般的人六根完全能 无有损害的路根面前可以成立的 还有一种在瑜伽先念面前也可以成立的 有这么一个世俗 然后我们刹那刹那的毁灭 河流的刹那的变化 那么这些虽然世间凡夫人 具有迷惑迷惑的这些人看不到的 但是已经通达而去无有的 这样的瑜伽师完全能造见一切诸法是无常的 所以在他们的境界面前 诸法刹那刹那无常完全能看得到的 因此你们刚才说 诸法无常的道理在生意当中也不合理 世俗当中不合理的这两种过失是没有的 佛经里面说是已经见到无常以后见到真实的真心了 哦 这是观待世俗人 观待世间人来讲 因为世间人大家都知道一切万法认为是常有存在的 在这些人面前如果你见到了无常的道理 那我们可以说你真的是已经见到了无常的道理 我们世间人认为是见无常的道理 他认为是见常的 但是这个见解只不过是暂时的世俗的 真正瑜伽师所见到的无常观是世俗的 那么这种世俗的可以胜过我们一般世间人的常见 应该这样来理解的时候 佛陀也是在有关的大乘经典当中 也是已经宣说观无常的功德很大 这也是正对明言来讲的 比如说《大灵坛经》里面说是 如诸记中相及为生 欲诸相中无上相为生 但是你如果要观生意地的时候 那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自作的相 这种相也要去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明言和生意这两个分清楚 如果分不清楚的话 那么世间当中的有些道理对明言的角度而言 有些道理从生意空性的角度来讲 大家学习这部论典的时候一定要对一切万事万物的法 实际上是明言当中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 或者是湖泊里面的月影一般应该明明清清地存在 但是你一抛弃 一去分析的时候 全部都当然无存 这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 所以我们懂得了这样空性法门的真理之后 那么世间当中的一切对境都不会有极大的贪执 如果没有贪执 那我们修行就运用自如 应该很成功的 这就是我们中观学习的一种结果 应该有个收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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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